各位男兵 在座的弟兄姊妹 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唐曼春的吴志豪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 我如何实现梦想 我的梦想是 可以成为一位很用功努力的学生 拿出你唱帮不回的那种精神啊 哈哈 自由帮你 就在学校努力要够了 嘉欣基老师 上课 好 我们就谢谢我们的一三道 也无所好 这个就是布农族的特性 布农族是最羞涩的一个族群 对 所以 我待会再跟各位讲 好 我们这样子的 欢迎第四号 哎 还是我的部落啊 低律村的 姓紫瑶 好 同学 现在就读学历国小 会长 会长 各位评程老师 在座的 大家 好 我的名字叫做姓紫瑶 今年就读学历国小 今年就读学历国小 六年提升 今天我们要演讲的题目是 我如何实现梦想 我如何实现梦想 梦想是 梦想是一个和平的东西 它可以让我们帮助帮助我们有目标有方向 但是想要实现梦想却不容易 因为只要你有信心 有 坚持 必要做这个事 一定未来将能力成功 我的梦想不是成为一个音乐人才 而我梦想 需要信心 勇敢 坚持 并且 每天长时间练习 还有听 一些 有名的音乐家 例如 我最喜欢的 贝同分 还有 帮他 小班 未来的我 一定能成功成为 因为 因人梦想而回来 现在到时结束 谢谢 好 谢谢我们 对国小的信账同学 这是四号 接着五号 也是第一春的平慧龙同学 每个 目前就读素人专科学校 提慧龙 欢迎 大家大家好 好 好 我今天就读 素人一部关于专科学校 他今天高业 我最高业 但是 我该如何实行梦想 我没有想过的梦想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只要我努力过 就放弃 你一定会 知道自己的不该怎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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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业 我认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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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新闻读书 压力很大 但是我妈告诉我说 成果就是我的 好 她已经演讲了 就正如我妈讲的 成果她的以后就是你的天下 好 第五位 第六号 我们欢迎来自双龙国小的六年级姓罗兰同学 来 掌声欢迎 六位来宾以及民生大家好 我今天要演讲的是 我如果实现梦想 更像无乃是 只怕有新闻 有智者 施近者 一分跟隆 一分收获 这些 知底明眼实在告诉我们 只要 不怕不难 将有成功的一天 我觉得实现梦想 有四个很重要的关键 第一个就是 极度 渴望 第二个 把握机会 第三个 要展开行动 第四个 坚持到 如果有梦想的话 我当然希望它可以实现 毕竟是梦想 通常一般人的梦想 是自己 有没有办法做到的 一种 日如出外当中 之类的 是 不过梦想 只要不容易 是可以做到的 我的梦想 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 成为一位医生 能够每天 帮助别人 医治病人 第二个梦想是 能够 成为一位 发型设计师 能够帮别人 整理头发 设计 发型 其实 有很多事 是 不可以 去完整的 都需要吃 尽苦头 才能 得来的 所以 不论 梦想 多么年代 多么 能实现 只要努力 尽力 去完成梦想 去完成梦想 因为梦想 就是梦 要脚踏实地的去完成 来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 昨晚的同学 大家好像